裴正希發球 好球 抓得好 抓得好 這一球看得相當正確 對 裴正希跟裁判思議了一下說 他這個球是越往擊球 但是裁判事實上是 沒有去同意他的說法 十四十七 好球 第十五分到手 還是要慢慢來 不要太急躁 裴正希就急一點好了 對 反正現在裴正希一直想要把球的質量 控制 控制 控制得好 沒過 好球 好球 出現又要叫場面的人也把場地殺死一下 這種在場上的拼頭精神實在是很讓人要敬備 其實邵傑的精神 其實也可以讓我們幾個青少年選手 多多學習 對 不要因為有一些傷痛在身 然後就 當作藉口 或者是說 不想去做訓練 其實這個 我們國內很多選手都會 因為傷痛的一個情形 然後讓自己就是說減少一些訓練 其實我覺得這個並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因為很多其實拿到冠軍拿金牌選手都不是他狀況最好的時候 對 因為反而是這樣逆境讓自己的潛力會激發更多 對 其實運動員受傷都是很難免的 其實我們應該把受傷的狀況當作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波起來 還有 好 曾少堅回攻一個 再一個 就起來 還有 還有 沒問題 漂亮 漂亮 好漂亮 這一個對角界的滑拍 一個扶擠啊 讓裴正希過手不及 這是裴正希的壓力 對 怎麼攻擊鄭少傑就是截得起來 對,漂亮,這個球真的非常漂亮 也很難得 因為現在對鄭少傑來講 其實幾乎就是現在一隻腳 在支撐自己的移動跟漂亮 沒錯 17比17 走後撥 再回你一個 對 對 我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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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球漂亮 哇 這個球被邵傑抓住了 被邵傑預測到了 所以在第一時間 往對角線的一個點扣 他裴正希又來不及了 這個推得夠深 而且速度也夠 對 幾乎就靠一隻腳在移動 這真的是太厲害了 這個球被邵傑堵到了 18比17 第四球 第四球 哇 這種多拍的一個情形 其實對邵傑也相當吃力 對啊 哇 她如果能頂得住的話 真的是不容易 嗯 18 17 第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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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分 第十九分 第十九分到了 來一次 來看一次 這就是鄭少傑不斷地拚搶帶來的結果 因為不曾經知道 他要打得更刁鑽 對 這樣他就會失誤 對 可是要多頂幾派的話 裴正希的球就容易失誤了 十九分比17 因為他想要質量越打越好的話 好球就會往外跑 好球就會往外跑 好 劍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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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想到了賽末的機會 對 二十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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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正希想說這一個球 邵傑應該跳不起來 嗯 只有邵傑跳起來了 跳起來做一個攻擊 哇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郭靖少傑 對 哇真是太佩服他了 這時候全場要幫他加油啊 對 這時候全場要幫他加油啊 三抹點 好球 好球 比賽結束 哇 選手這相當漂亮 太精采的一場比賽 不容易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太佩服他了 邵傑真的不容易 哎呀 這個 哇 這場球真的是太經典了 真的 哇 也很感動 很感動 這完全是靠意志力帶出來的一場勝利 對對對 沒有話說 沒有話說 對 實至名歸啊 實至名歸 這一場冠軍賽 不管怎麼樣啊 不管輸贏啊 其實我覺得都是屬於少傑的 對 都是屬於少傑的 哇 場邊 姊姊馬上跑進來 因為這身上太令人感動的比賽 對 堅持到最後一刻 看到這一分 賽末點拿下來之後 你看 哇 整個 自己的情緒 自己整個身體上的一個壓力 太漂亮了 這場比賽最後的結果 鄭紹傑 以21比11 24比26 21比17 2比1的比數擊敗了裴正希 完成了二連霸 這個情形實在是真的是太感動了 我想我們學會是不是應該頒給他再一關 有一個特別獎給他 對對對 最佳運動家精神獎 對對對 其實他今天如果腳傷沒有這麼嚴重的話 其實他這一場球不會打得這麼辛苦 其實他在整個一個手感上 跟一個身體一個節奏的狀態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他的精神真的是值得大家來學習 鄭紹傑完成了二連霸 在賽檢 他說要送爸爸的神秘的父親節禮物 這應該是最好的一個 相當精彩的結果說真的 哇這一刻讓我們多留在場中 多感受一下這個氣氛 真的是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其實尤其是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